有故事的聲音 Show Podcast 預言故事真是專為小朋友而切? 超合金玩具配搬你我成長 到了現在都可以有價有市 那依索預言 會不會都可以有它自己的價值和意義呢? 帶你進入最赤裸 最固執沿著的依索世界 聽完之後 不知道你又會拿到些什麼呢? 從前有本依索預言 狐狸和獅子 狐狸以助手的身份 和獅子一起生活 而狐狸就搜尋野獸的宗跡 獅子就專去捕捉獵物 然後就按功勞地分配 Oh oh 後來狐狸就妒忌獅子捕捉野獸 好像比它搜尋更加重要 Oh oh 於是乎 它就嘗試自己去捕捉野獸了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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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 當它試圖捕捉一隻羊的時候 Oh oh 竟然 它自己成為了那隻獵物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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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塑先生想說 安安穩穩地做過屬下 勝過充滿危險的掌權 就算了 狐狸和獅子 糟了 醫塑員的常客 狐狸先生出了事了 為何它會出事呢 Oh 原來是自己不安守本分而已 今天出事就糟了 想捕羊仔 叫自己變成獵物 哈哈哈哈 它真的不理解什麼叫團隊精神 什麼叫 Teamwork 一個隊伍裡面 永遠都是有厲害有不厲害 但總是每個人都會各按自己的本分 做好自己的工作 令團隊得到最大的得益 為何這麼簡單的道理 狐狸先生 為何你不明白呢 還有 其實聖經裡面都有說 我們基督徒 都是要各按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 其實教會的壯大 亦都需要各位弟兄姊妹 各盡其職 你有你的恩賜 我我的恩賜 但是加起來的時候 教會自然會興旺起來 自然不會覺得大家 自己做自己的事 但是我們會被人感覺上 教會的團隊的精神 讓這個團隊精神 能夠吸引更多的朋友 你在教會裡面 認識基督 狐狸和獅子 穩穩陣陣做阿姨 都好過冒險做大哥 是的 聽聽話說 按本子辦事 不要因為自己的野心而冒險 不過我在故事裡面 最留意到的兩個字是 重要這兩個字 故事裡面 這隻狐狸 太過重視自己的重要性了 這件事令我想起 在職場裡 每個人都總是覺得自己做的事 是最重要的 但是究竟怎樣為之重要呢 為什麼自己的部分 一定是重要過別人的部分呢 站在自己的立場 當然是看到自己 多過看到別人的 喂 為什麼不可以好好合作呢 為什麼硬硬要有私心呢 你那部分很重要 但是不代表 人家那部分沒有你那麼重要 為什麼不可以同等地重要呢 好了 就算退一步 你想離巢 麻煩你都學滿詩先 你未學滿詩 你都未識去怎樣捉獵物 你就這麼快自立門戶 你死了 怪得誰 是誰 狐狸和獅子 問心那句 有誰不想做No.1呢 想吸引注視目光啊 大嬸年輕的時候也是這樣的 在做到In Charge一段時間 就想將經驗傳承 我沒有騙你的 真的開始培育新人 給一些經驗少的 出來學做帶領 自己 就做支援咯 包底那個 站在別人背後 無疑不再是焦點所在 但是見到別人成長 甚至乎成熟 都打從心底裡 替對方歡喜的 每次都做負責人 累都累死啦 明白自己的角色位置 而可以恰如其分地表現 真是一點都不容易的 預言故事 真是專為小朋友而設 聽完之後 不知道你又會拿到些什麼呢 歡迎收聽從前有本Esof預言 有故事的聲音 Show Podcast